马维中目前是担任大都会美术馆县当代艺术部的副策展人 曾在纽约大学念博物馆学研究所 对纽约环境十分熟悉 只是投身大都会研究工作 研究范围很广 分量很重 比较忙碌 据了解 马维中是该机构唯一研究亚洲20 21世纪亚洲美术发展 范围包括东亚语 东北亚 连两岸三地 喜欢艺术 又很会读书 念书做研究 对他来说 一点难不倒塌 最近台湾艺术家林明洪到大都会美术馆有个展览 是否就是他的推荐或安排 马维中立即摇头说 不是 不是 林明洪直接受馆方邀请的 未来是给亚洲规划些展览 他笑笑说 一定会 但目前还没有具体计划 马维中常年关心华人水墨创作 因切盼望看到大都会美术馆的相关展览 他说 他可以理解大家的期待 也希望可以促成 但需要更多时间 从常记忆 有探亲计划吗 他再次微笑以对 要等放假时候看看 目前还没有计划 纽约满羊高涨 到大都会美术馆参观的民众很多 马维中正好下楼会晤博物馆同行 当看到认识的朋友 他总是很有礼貌打招呼 闲静优雅气质 令人印象深刻 1977年 周美清和马英九喜结良缘 当时马英九正在哈佛读博士 婚后 周美清搬进哈佛照顾马英九 他们住的是学校提供的学生宿舍 没有家具 两人就到路边捡别人扔掉的家具 或是买二手家具 艰苦的环境下 夫妻俩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1980年 大女儿马维中的出生牵扯了这对夫妻的一些经历 直到1981年 马英九获得了博士学位 进入华尔街的一家公司工作 全家的生活才宽裕一些 不久后马英九带全家回到台湾 几年后 他们又添了二女儿马元忠 马英九与周美清都是学法律出身 理性而独立 结婚这么多年 马英九感叹 相互信任相互尊重是他们相处的重要基础 他曾说过 我太太是一位有专业学养的职业女性 和大部分职业女性一样 每天大清早就要开车送孩子上学 下班回家还要督导孩子功课 因此 除非他愿意我从不要求他参加我公务上的应酬 我觉得这是夫妻间应有的彼此尊重 此前在台北中国国际商银 担任法务市主任的周美清 仍留着一头短发 身材高瘦 谈话时简洁利落 透出职业女性的干练和自信 一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女人 工作重要 家庭幸福也重要 忙归忙 马英九依然有他细腻的一面 虽然每天他都工作到深夜才下班 但在回家途中他常常会拐到超市去买一些妻子 女儿喜欢吃的小点心 人们时常可以看到马英九在超市里细心购物的身影 平时他也很注意夫人饮食的营养搭配 每周四晚上是马英九的家庭日 他尽量推掉不必要的阴臭 和周美清集两个女儿一起回到父母家陪两位老人吃饭 教育两个女儿时 马英九很强调中国传统文化 他崇尚温、粮、公、减 让得传统美德 并总是以身作则 为女儿们树立榜样 谈到至家理念 他又经常把黄金飞宝书为宝 万事皆空善不空挂在嘴边 另一方面 马英九认为 教育子女家长只能带他们上路 然后就要让他们自己努力 最重要的莫过于兴趣和习惯的培养 马英九的两个女儿目前都在美国念书 周美清特立独行的个性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他们 两姐妹对文学和艺术都很感兴趣 因此学校和学系都由他们自己决定 他俩选择的科系都不是主流系所 大女儿马维中在哈佛大学念完生命科学系后 又转往纽约大学修读剧场专业 二女儿马元忠原本打算就读台湾大学 但因外界对他关注太多 最后放弃了推荐名额 选择到纽约罗德岛布朗大学念艺术专业 马元忠是少数没有选择超级名校的台湾名人后代 他选择的布朗大学 虽属长春藤名校 但距离市中心稍远 同时艺术系也属于比较冷门的科系 足见马元忠有自己独特的想法 两姐妹不但在台湾很低调 到海外求学也很低调 独立 这与妈妈周美清从小就注重培养女儿们的独立能力不无关系 每年周美清会去美国看他们一二次 并带去父亲的问候 在多次民意调查中 马英九都当选台湾最有魅力政治明星的第一名 很多记者问周美清是否担心丈夫有外遇 对此 他回答说 我对他有信心 对自己也有信心 为什么大家好像对我们没什么信心 对马英九而言 也许这种信任正是对他工作最大的支持 另一边 身为公主的马英九的长女马为中 哈佛硕士 没有全额奖学金 更没有法拉里 出门坐公交车 出镜坐经济舱 不靠马英九的关系谋职 现准备工读博士 并跟朋友合伴女性杂志 她的穿着甚至比不上贫困县副县长的女儿 连像样的品牌都没有 可见两人在教育孩子上还是有自己的一套的 尤其是周美清 作为马九英的夫人周美清 她直率又酷又冷的模样 圈粉无数 不过她向来热心工艺对原住民小朋友更是关注 多年来她常常出席原住民儿童工艺活动 近来一段影片曝光 更引发网友热议 原来她担任一场原住民工艺募款音乐会嘉宾 舞台上的她放得超开 过去少见 舞台上的周美清 跟着小朋友们一起又唱又跳 看似为了演出也下足苦工 最后总计共50个单位及个人热心捐款 包含国信集团 工服企业有限公司 信义房屋等等 募款金额已破千万元 不过多年险少在媒体上曝光的周美清 看似依旧帅性做自己 一头短发即便有些灰白 她看似也无意染烫 对比先生马英九 又是动双眼皮手术 也总是染着一头黑发 周美清似乎显得格外不在意 自从多年前周美清 为了马英九参选台北市长 迫于选情压力首度公开露面以来 她的标准造型就是一头短到齐尔的男生头 中性安全的牛仔装扮 即使在公开场合骨感十足的她总驼着背 三七步站姿 偶尔还会不经意地用一脚勾住另一脚后脚踝 以比萨斜塔的角度站立着 十分随心 她的酷镜同时展现在对外的西字如金 爱恶分明的大眼睛也总让人不难读懂她的情绪 有时她一连穿了几天黑衣服 连自己看了照片都忍不住问旁人 别人会不会以为我没换衣服 外界都说当上官妇人后的周美清一点都没变 风格不改 但在老同学们眼里可不是如此 念正大法律系时的周美清身形比较有分量 身高约165公分的她原国有肉 当年一头长发飘逸的她显少裤装 而是跟着时下流行穿迷你裙 V字低领或长靴 她在学功课普通也不喜欢参加任何活动或运动 不算耀眼的学生 落差更大的是 现今被称为酷酷嫂的周美清 当年可是为个性开朗 声音很大的女生 她从来不是省话的人 甚至是学校里是话比较多的那一位 会一直不停地讲讲讲 光是从外形 老同学们私下都十分关心或者非常不解说 她年轻时是那种吃多了就会胖的体质 为什么嫁给马英九后现在会瘦成那样 可能真的是压力太大了吧 也难怪她会说出下辈子不想嫁给马英九了 据悉2008年的时候 马英九是许多人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在台湾还多次获选为梦中情人 但她的夫人周美清 却传出在私底下说 下辈子不想嫁给马英九 甚至不想结婚 周美清的直率 可能让多少马英九的迷妹感到困惑 但跟马英九一起过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的周美清 对马英九的观感似乎与一般人不一样 早在2002年11月9日 周美清就说过一句名言 我对马英九来说 这些年来 我永远是他最忠诚的反对党 同年12月1日 周美清则说 马英九从来都不是偶像 他也永远不会是我的偶像 但这并不代表马英九是个不合格的丈夫 周美清对马英九还是有赞赏的地方 2002年12月5日 周美清曾说 马英九绝对不会是个骄傲的人 否则我也不会嫁给他 夫妻之间能携手共度30多年 想必爱情早就转换成亲情了 虽然周美清也会说丈夫的不好 但他始终和丈夫站在同一边 为丈夫奔波忙碌 默默支持他 由此可见两人的婚姻还是很幸福的 祝愿他们以后长长久久 幸福安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